本节目由2014金口袋玩家庆典播款一个亿赞助播出 年末狂欢玩不停 给点福利行不行 行 本节目还有2014金口袋玩家庆典死皮赖脸非要再赞助播出 擦你的口袋为毛那么刺眼 我才不告诉你我是拿了钱的呢 哼 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新一期的手游最简报告 我是小波 哈上来就是一个运货 Gameloft的年底去做兄弟连三战争之子 玩过前两座的玩家呢都肯定不会陌生啦 那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咯 首先呢是音画表现 游戏的画面呢依旧保持着Gameloft的传统高水准 整个场景呢 科幻以及人物建模呢都非常出色 各种爆炸水面效果光影效果也是做出了优化 游戏的音效呢以及剧情的搭配是该做的但应该适足哦 所以一号表现五颗星 接下来呢是操作玩法与之前不同的是呢 游戏的视角从第一人称变成了第三人称 所相应的操作方式呢也发出了相应的变化 游戏中呢玩家可以对掩体以及战友发出指令 帮助你过关哦 同时呢还增加了目标自动锁定功能 瞄准爆头更加轻松 操作玩法四颗星 之前呢我们提到的战友其实呢是这次加入的战友系统 游戏提供了九种不同特色的战友 每个战友呢最高12级通过特殊关卡解锁使用 武器系统呢也有调整 总的来说就是看海神需要钱 路向随手嘛 游戏加入了5IP系统 呵呵呵呵呵 核心系统带你核心 检测结果 核核 农场小镇之乡村度假 农场小镇相信大家都不会没收了 这次开发商打出的口号 竟然是没有Facebook的困扰 呃 Facebook是什么 这个游戏的素质呢还是非常之不错的 虽然是刚在中国去上架 但此前 在别的国家的商店里 可是非常叫好又叫做的游戏呢 玩家呢可以在这款模拟经营类的游戏当中 检测好自己的农场 游戏的画面细节 以及动画效果能都做得非常不错 游戏交互也很友好 上手非常快 是一个田虎闲暇时间的好游戏 过要吃多 别再把野头菜了好不辣 结束结果 可可 同样是一款模拟经营类的游戏 美女餐厅 已经是一个响当当的牌子啦 当年的PC版 Signal掌机 Flash版 已经有太多的版本数不胜数 所以游戏之所以经久不衰是基于它的游戏性 这次新上架的美女餐厅2015 依旧是已参与女王弗洛为主展开 每关卡都有对应不同的任务 玩家需要注意完成它们才能够过关哟 与其说是一款模拟经营类游戏 不如说它是一个考验手术和反应能力的游戏 安排座位 匹配颜色 点单下单 端菜收银 每一步都需要玩家手动操作 稍不留设计会让PC暴躁的时刻流失啦 小布我呢 没有高级辅助物品的情况下 已经很难穿过第十关啦 如果你觉得你可以 就下载玩玩吧 检测结果 Tubgear是英国BBC出品的一道汽车节目 已经推出了21季 不过呢 我们要说的 可以跟这个栏目没有太大关系呀 我是不是给他们做了个广告呢 是的 什么都没有停键 好了 看游戏 这个游戏呢 与其说是赛车游戏 不如说是停车游戏 画面非常不错 但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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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太扫心病狂了 转完的时候简直要人命啊 动不动就撞墙搁浅啊 再重拾很多次以后 我放弃了这个游戏 也就是说 解释结果 有点观察 最后一个Tubgear是一款 能够让你与把不能的游戏 方式呢 非常简单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呢 屏幕中间不断的出现 一步又一波的怪物 而你需要做的是 不停的点击屏幕去击杀它们 每十波怪物组成一组 十波怪物及数据会出现Boss 有击杀时间哦 要注意的是 这游戏是无限关系 坑可是相当之神啊 小波一伤手呢 就停不下来了 主要是屏幕上的数字 跳动的可是太伤心悦目了 第二呢 则是技能和游兵部分 玩家在击杀怪物之后呢 会获得金币奖励 随着等级的提升呢 金币的奖励的数目 也就越来越多 可以购买相应的技能 以及雇佣兵 雇佣兵的伤害呢 也是随着等级的提升而递增 重点不是这些 重点是呢 玩到后期之后 你可以体会到原来数字 也可以这样叠加的 后期的故意没伤害提升之后呢 放在那 挂机都是一种享受啊 伤害过意根本不算什么好吗 什么赵金 该 助 瘾 勾 都不是梦想哎 好了好了 不能说太多 一下打完了之后呢 就知道了 对了 游戏支持 离线挂机哦 金币 偷偷的 前次结果 牛逼 好啦 本期的手剪报告的这里就要结束了 记得要关注我们的微博和微信公众平台哦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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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